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8号星期六 大家好 从昨天夜里一直到今天 不断由我台的这个筑前方记者 给本台发来各种的这个新闻汇报和这个视频 我们收到了差不多将近20条这种小的视频 短的可能几十秒长的一两分钟 都是关于这个辽宁安山藤敖镇 当地要建一个垃圾焚化厂 据说离这个镇子比较近就几公里 那么镇子就说凡是建了这种焚化厂的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是99%的这个致癌率比较高 所以镇上的居民就是说强烈反对 因为你这样的我们基本上就只能搬家就走了 对吧 那现在这个房价这么高 老百姓手里也没有多少余钱 我们去北地买房子呢 负担不起 关键是因为你这你要建这个磁化厂之后呢 我们的你要是你不建 我把我们的房子卖了 我们添点钱去比如说买一个还有可能 你这一建之后呢 我们的房子就不值钱了 我们房子卖不出去没有人买 对不对 我这房子卖不出去的话 我就没有钱去换房 对吧 那当地老百姓呢 就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游行 那游行呢 是从12月3号呢 就开始了 已经持续了呢 这么几天的时间 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 当地的这个市长啊 区长什么的 领导呢 还去了 去了之后呢 就跟大家讲讲话 说那别别闹了什么的 那后来呢 发现呢 这样子不行 不解决问题 那好像是从前天开始吧 这个大规模的警察呢 武装警察就到位了啊 据说是开了这种警察的那种防暴车 然后拿着盾牌 带着头盔 然后那个刀枪棍棒吧 反正吧 就都去了 去了之后呢 就跟当地的这个居民呢 就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冲突 刚开始呢 是这个短兵相接 我看这个视频里呢 市民们呢 也拿了武器啊 咱也别说光警察拿武器 这边我看着也有人拿武器 对吧 大家呢 反正都拿着武器呢 对砍 但是呢 我的确我也看到 清空有一段视频 就是警察打了一个孕妇 这个是有点问题啊 这个你一个孕妇 怎么能下来 怎么能下下去手呢 这个的确有问题啊 这些视频呢 我呢 就不发了 因为我手里这些视频 我不知道这版权到底是谁 这是怎么着 我也不敢瞎发 但是呢 我刚才尝试在网上搜了一下 只要你只要搜这几个关键词 辽宁 安山 腾劳 孕妇 什么的 这几个关键词 你只要一搁进去 你一搜 网上一大堆视频 都有啊 你都能看得到 所以呢 你们如果感兴趣 自己去搜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个视频呢 是这个 虽然我们这边的这个新闻机构 没有报道 但是呢 这个韩国 因为韩国可能离那边比较近啊 就韩国的新闻呢 到报道了 报道了中国这个辽宁 安山那个警民之间 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啊 还有呢 一个就是说呢 这个市民们好像在固守一个点 然后警察呢 就是说 弄成的就那种方针 是裂成方针的 然后一排一排的 拿着盾牌一起 就攻坚 然后呢 市民们呢 我看是扔了各种烟花 爆竹那种东西 是不是 反正就是点着了之后 有什么鞭炮什么花呀 冲着那个 那花本来不应该点着 那个冲天上放吧 都冲着他们走了 然后冰的邦朗 冰的邦朗的 反正那东西 反正那个东西吧 看着就是挺漂亮的 但是杀伤力 没什么杀伤力 因为那东西 对吧 咱们其实这个 一直说四大发明 中国发明了这个火药 但中国这个火药呢 一直都只能放花 它这个威力 杀伤力来讲呢 都不如真正 后来西方的那种火药啊 咱们这个放花 放鞭炮这个 看来威力是不行 当然警方也都穿上防护服 拿着盾牌 戴着头盔啊 那东西明显感觉 就是说 去了之后 声响挺大的 没什么实际的用处啊 不过双方呢 还是就是说 打成一锅粥了啊 警方呢 我们那边扔的 可能是催泪瓦斯 这边再扔这张 反正就一会儿 你就看一团呼哑哑 一团黑烟 也不知道谁跟谁 就打在一起了啊 那目前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当地呢 这个手机已经不能上网了 因为这个就为了 不让他们把视频呢 撒出来啊 手机呢 现在可能在个别区域呢 还能打电话 但是上网已经不行了 呃 然后呢 这个当地的这个 红绿灯 交通灯什么的 全都停了 摄像头都停了 看来呢 就是说呢 为了不要留下 就是警察打人的这个记录 不要留下来 把摄像头什么都停了 然后呢 这个腾熬的这个学校呢 当然就都都都停课了吧 都闹成这样 还上什么课 都停课了 然后商店呢 也停业了 说商店停业 怎么回事呢 一个呢 就是说怕了这个物商到这个商铺 另外一个呢 是当地的这个工商局呢 挨家挨户的去找商铺 就是说呢 让他们拿出来一个呢 同意书 就是说你同意建垃圾场啊 如果你同意 你签了 马上没有 你不签 马上就把你的这个营业执照就没收 就没收 那你就不干了吧 那等于你就关门了吧 所以呢 现在商户呢 也是很进退两难 又不想签的同意书 也不想呢 被没收营业执照 干脆呢 也关门回家了 你也找不着我 你甭找我 我撤了 自己关门 就都撤了 撤了 反正现在目前呢 整个那地方呢 就有点像一座死城了 是吧 你想商铺全停了 红锂灯全停了 学生也不敢上街了 然后呢 警察和市民呢 在街上就互相 互相放烟花啊 放爆竹 我们现在呢 还没得到有人死亡的这个报告啊 但是呢 肯定是有人受伤 那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觉得当地政府 还是应该跟市民去沟通一下 对吧 你说这垃圾焚化厂呢 我觉得你不能够建得跟市民太近了 或者你一定要跟市民建得近的 我觉得你这样就得了 你反正你要建到这滕豪 是不是 你要建在这个镇 那这镇上的人呢 你们家房子多少钱我给你买了 你走人不就完了吗 我给你一笔钱 你们全撤吧 全走 不就完了吗 你们都去别人买房子去 拿着钱走 这房子 你这房子地政府都买了 不也就完了吗 对不对 最后这还不行拿钱解决呗 对不对 你等于 但你建这个垃圾焚化厂 你这还是出于一个经济考虑 对不对 为了市政建设 对不对 那你就剥一笔钱 是吧 拿钱解决 不就完了吗 那你还是当地政府呢 不愿意拿这钱 或者呢 就是说当地政府呢 觉得这钱的 已经进了自己口袋了 是不是 不好掏出来 是吧 动众警察呢 花的是国家的钱 如果给他们补钱呢 还从资格上逃不太好 是吧 当然我这么说 事业不好啊 后来市长说 你别瞎说 我没拿钱 我没 你没拿钱 你建的那垃圾厂厂 干嘛 是吧 中国这事谁骗谁 是不是 你怎么会没好处呢 是吧 我就说这大实话 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吃肉 给老百姓也分点汤喝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分点钱 你现在你弄了警察 后来警察受伤了 你也得发这个 这个抚恤金什么的 不是抚恤金 死了才发抚恤金了 是吧 受伤了发什么 发慰问金 是吧 反正你调动警察呀 各种的部队的 你也是花钱 你还是把这钱 给老百姓分了 得了 也少有点事 是吧 我那么一个观点 仅给当地政府 一个参考 是吧 当然了 如果你一定要打 我觉得这考不好 也是一个奇异的导火索 是吧 然后这个视频 我看了 就是发现 他们中间 市民和警察打一块了 然后我们的群众们 其他的 就不是这战场群众 还是围观 围了一圈 看上台边 还有看看 你知道吗 那市民那照相了 围观的 咱们中国特色 就是这样的 就觉得 在你们镇 建坟炒场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看看乐可 就完了 这中国特色 我呢就说 就是说 我以前我经常说 如果就是说 今天在这个 藤老建垃圾场 整个安山市的市民 全来了帮藤老 对不对 那藤老就建不了 明天在你这 要在你这建的 其他人都在帮你 你也不行 对吧 那政府呢 一看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得想办法的 安抚当地老百姓 是不是 那这样就没有人是受害者 但是今天呢 藤老呢 是受害者 没人帮他们 明天呢 你们家 可能孩子也吃了什么 就是过期食品 然后你去抗议呢 也没人帮你 对不对 后天呢 你呢 你也只能去炸公交车 是不是 反正呢 中国就是这样子 这事呢 不出来的 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等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 也没人帮我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呢 也呼吁呢 安山市的市民 看看要是能帮这个 藤老他们一把呢 就帮一把 因为你在帮别人 同时呢 也是在帮自己 对吧 我就说你安山市的市民 别说都去了 你就三个里边去一个 我估计警察一看待 就算了 这事 这事武力解决不了了 人太多 是吧 好吧 那当然了 我这也是提建议啊 因为建议可能也不好 因为法国这两天也闹得 也比较乱 对 一会儿我们要播法国 那个我们单独 单独在 我们单独在 大家汇报一起吧 再讲讲法国的事 现在中法都在 这个大量的 这个群众起义 人民起义 好吧 那这条新闻 先播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